哈囉大家好 我是KaiSlide的實況主小嘎 看我的影片的時候記得 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啵啵啵啵啵 嗨!我們嘉義文化區的旅程結束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的是 憨吉黃金屬素食在物 它旁邊就是一間學校 它剛好在學校側 我們這裡都是鹹酥雞對不對 但這間是全素的 我們完全沒吃過這種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它的東西 我剛剛聞了它還蠻香的耶 我們直接過去了 廢話的時候我們直接看一下 憨吉黃金屬素食 我們在學校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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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嘎小嘎小嘎 我們買上來了 它有三種粉喔 小嘎 這個是甘梅粉 然後這個是海苔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不是你們可以吃的 叫做芥末 麻咪麻咪的 其實我覺得它蠻香的 它是蔬食 它不是素食耶 它是菜 素食是那種 素肉啊 然後豆包 他們家的是 蔬食 就是可能是那種 炸蔬菜類的 好吃嗎好吃嗎 不錯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個好像是地瓜子耶 喔 喔 蘭蘭在吃什麼 這個 這是地瓜 地瓜 這個是地瓜 來這個給你 地瓜好吃嗎 小嘎 啊 它吃了 因為它太燙 不要喔 好吃耶 小嘎我覺得這個好吃耶 而且這樣 這樣一整包 滿滿一包 台中應該要一百塊塊吧 嘉義這樣賣五十五塊 好便宜喔 而且它是蔬食 它是那種 蔬菜喔 它不是那種什麼 雞肉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算便宜耶 對不對小嘎 好啦 那我們嘉義的第一個小吃就到這裡啦 晚上我們應該會再找別的 韓吉香黃金薯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剛剛有發現它有在台中耶 而且好像在我們家旁邊 在中國我也喜歡在那邊 我們下次有機會去台中再來買買蛋嗎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嗨 我是大滴 你是參與李書業的老闆嗎 想知道怎麼透過網路行銷的方式 提升你店的業績嗎 把影片看到最後 我會用三分鐘的時間 帶你用實際的案例 分析產品 做出會賺權的行銷企劃案喔 那我們就片尾見了 就這樣 GO 現在來到嘉義一定要吃一下雞肉飯 所以我們就在嘉義鳳號旁邊 對面其實有噴水雞肉飯 但是明店看起來 不知道好不好吃 旁邊走過來馬上就有一間 叫做阿里山 36年老店的雞肉飯 它從早上10點都開到晚上8點 那我點了兩個雞肉飯 然後各家的香腸 因為小高他們應該肚子餓了 我們來嘉義的小吃第二餐 就是這間阿里山雞肉飯 待會我們會去嘉義鳳號那邊 看看東西好不好吃喔 GO 哦 嘯!它那個雞肉飯 雞肉好大塊唷 對!我剛剛有發現耶 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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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是我的 跟中部的底下 跟中部的很不一樣 妳去看看嗎 那個飯都給妳 跟台中部不一樣嗎 這很厲害 稍微嫩一點點 可是它雞都好大塊了 可是它有一點 這好吃過耶 蛤 它才會沾更好 那它的那個飯好吃嗎 那我的話我吃一口 嗯 有嘛 它在上面 咬下去 它不會 那你可以快 那你可以快 不會 所以它淋得很均勻是嗎 很均勻 它那個醬汁 是甜還是鹹的 鹹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要吃到 就是 這家很珍惜 香腸 香腸我另外買了 20塊一個 喔 好吃喔 它會不會是當外面 有沒有吃到的那種吃 重點是妳知道 那雞肉飯 這樣子多少錢 妳覺得這是大碗對不對 沒有喔 這是裝碗 要30塊 加1030塊 加香腸50塊啊 80多元 加香腸50塊啊 要穿那麼大一碗啊 所以想要很滿意妳的第一個 就加一雞肉飯 好嗎 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讓小嘎跟小嘎 跟小嘎 跟小嘎 我哥已經在吃香香的火雞肉飯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 go 好啦 我們現在出來秘食啦 我們現在來文化露夜市 真卡爽沒有來過文化露夜市 等一下我們來看什麼好吃好玩的吧 好不好小嘎 我剛剛剛剛撞到頭 現在心情沒有來過 好不好 我們去保濕的 燙死了 好 go go 好 好 我們來文化露夜市的第一站 就來到這間真好餛飩賣店 從外面看起來就是人還滿多的 裡面還有冷氣 基本上地板也乾乾淨淨了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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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了 湯底 湯底 什麼意思 因為 因為 頭紅是很多吃 我第一次我以為是懷疑頭 很大 它會不會比較有像牛肉湯來吃 真的喔 他說你你到底什麼地方 怪怪 但是還不錯 怪怪但是還不錯 OK 吃這乾麵你可以接受一下 它好像跟一般的乾麵比較不一樣 是啊 它比較燙齁 它怎麼覺得它是 它那個肉咧都好吃嗎 肉 好 好 我們吃得差不多啦 這間到五花夜市的中間的部分 剛剛這樣子 大家看到的那堆東西加起來大概差不多200塊左右 那店裡面其實乾乾淨淨的 它烤味其實也不錯 紅油沙手比較特殊 因為大部分的紅油炒手基本上都把它夾在裡面 它這邊是用醬油跟麻油 然後把它弄出來之後 到最後的那個豬油炒手的辣醬再另外放 那整體來說 其實我覺得它的乾麵 其實比它的餛飩還要好吃 其實它蠻推薦的 因為這間基本上排隊沒有排那麼多 那東西也蠻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吃下一餐就這樣 GO 下一餐就有甜點啦 我們來吃的是阿俄豆花 一個是綜合的 一個是有加豆漿的 我們來吃吃看吧 超好吃嗎 不錯 也不錯 跟我們家旁邊那些比一樣 這家比較好吃 蛤 這家比較好吃 這家還好 對啊 這家屁股都那麼活著 不好吃很沙 好啦果然不該經意聽小嘎的 我覺得這超好喝的 雖然它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湯汁 然後跟豆花還有那個料 我覺得都還不好好不錯 而且這一碗 這碗三十塊 四十塊 四十塊 四十五塊 裡面很貴 好啦 小劉要試吃 油條加豆醬 它油條好像很好吃耶 這個香辣腹要幾杯很香辣腹要幾杯 一香辣腹要幾杯 一香辣腹要幾杯 嗯 欸 喔 一香辣腹要幾杯 一香辣腹要幾杯 這油條加豆花有點像那個 蜜麻花的味道 整個喜歡嗎 整個肉豬這東西怪怪的 超怪的 可是我喜歡耶 讚 長нал呼號幾杯 就是我們兩個有一個遊戲就是這樣子拍拍拍 然後撿到石頭布 就是比如說剛出生就差一次 那如果兩個人都不是說我吃薯草 如果別人也出石頭布 那那個人就是剛出生的 然後咧? 就是一個遊戲 會拿到大滴行銷小教室 行銷企劃不會難做好架構讓你拿 每週三分鐘我會用實際的案例 帶你分析產品做出會賺錢的行銷企劃 那一樣的話我們這次也是從產品分析 短期的行銷企劃 到行銷漏斗 那這次我們要分析的產品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看到的那間 炸物店 那在這間店裡面它的產品特性 因為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其實它就是蔬食的炸物 這種其實有點像鹽酥雞電類型的電型的話 它稍微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大部分的蔬食的炸物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蔬肉啊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它沒有它基本上全部都是蔬食的東西 那所以它也都是一些原型的炸物 那再過來是我們去的這一間是在嘉義 它基本上是在大同大學的附近 那它也是在市區的外圍 那這兩個地區性的部分的話 那基本上也蠻重要的 因為像它這樣子的小店家 要吸引YD客來需要動用的資源就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這種地區性的商品 它一定要把附近的客人吸進來為主要的目的 那第二個短期企劃的部分 一樣的話 因為企劃都一定是要增加業績 但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會放在它的可見度的部分 就分為在地客群跟遊客 那在地客群的部分的話 針對大學的某一個系所 或是針對附近的住戶給它一些優惠活動 YD客的特殊需求的話 就是在來到嘉義的時候 其實在那附近 其實它離文化路夜市跟家樂府夜市 也不到太遠 那附近離一些比較重點的住宿旅館 它其實也不到遠 所以這個就是它可以主打的部分 那行銷落斗的部分 自由社群的部分的話 FB主要就是給一些比較年紀大的客群 或者是就是那種上班族 或者是家庭課 應該會用FB居多 IG的部分 因為它附近其實有一些高職高商 跟那個技術學院還有大學生 那其實它會以排局為主 那這兩個社群 基本上要做客人的職處 其實是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建議如果它是附近的客群 比較重點的那個客群 可以把它導入自己的LINE的社群裡面 然後再做分眾行銷 那曝光這邊其實會比較著重在那個 Google關鍵字的部分 因為它這種電型其實稍微比較特別 那它如果用FB去打廣告的部分 其實這應該會稍微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它整個行銷預算的配比裡面其實 應該會在Google關鍵字裡面 會占比較大多數 其實在做企劃裡面 我會比較建議這些店家 它其實在做行銷的部分 真的要先想清楚 到底在這個短時間之內 它到底是要打在地客的為主 還是打觀光客的為主 因為畢竟大家的行銷費用都不是無上限的 一定要先決定好 每一次的廣告的目的 到底是打哪一邊 那行銷的部分的話 其實像這種小店家說真的 做觀光網站 用途不大啦 所以應該就是把它導入資訊 或者是LINE ADD為主的 那我們這禮拜的行銷小道士就到這邊啦 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整個完整的行銷架構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各位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